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易色的红柳 北边种羊树 南边因为有水 咱们就入红羊 怎么样 也不知道能不能活 你不是要种那个水果和蔬菜吗 总得一点一点地来吧 先得把毒草拔了待说 我看咱们明天就开始干活吧 好 四亲 你把旗帅卖了 故人来干 你带家里享福 他享福 一天不干活浑身痒痒 两天不干活 还不定憋出什么病呢 老天儿 你看 你还是没有纳木漢了解我 还是纳木漢的 李大志 我还是喜欢你们叫我纳木漢 我现在就是草原人啊 真的 纳木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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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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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 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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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李大志和姐姐怎么样了 他们俩挺好的 只是 是不是李大志还在服刑啊 他判了两年 缓刑三年 只身 他和白杰还没离婚呢 那就赶紧离啊 奶奶 大熊 跟我看看什么照片 石头啊 奶奶 这 怎么会有石头的照片啊 这是司琴挖回来的 是吗 太漂亮了 我可是没有见过 阿蓉 你见过吗 奶奶 让我和阿蓉见识见识吧 司琴把她藏起来了 藏起来了 这么大的石头能藏哪儿啊 奶奶 就让我们看看吧 我也不知道藏哪儿了 思琴回来了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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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你姐姐 姐姐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我做了那么多错事 你能还一直帮我带着孩子 我真的很感激 我不要你感激我 你们走吧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姐姐 我知道我没有脸灰了 可是我小孩子 还有你和奶奶 可你把孩子 挣在这儿的时候 在想什么 狼还舍不得狼崽子呢 四亲 是我们错了 我们这次回来 也就是请你原谅我们的 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 我 都起来 这是干什么的 叫什么样子 来 四亲 人 两大夫才大 别跟他一样的 奶奶 我明白 不然 你喝呀 不来 喝吧 刚才还说 奶奶做的饭好吃 好久没吃了 来 四千 我真的不喝了 我现在酒量不行了 这进了大城市 这酒也不会喝了 阿腾 酒量是攒出来的 这大城市的人呢 和咱们草原不一样 他们忙 那你们大城市人 都忙什么呢 还能忙什么 忙挣钱呗 你肯定赚了不少 还 还搜我吧 那咋不替四千换哪儿呢 巴特 那是我们家的事 奶奶 我也算是家人吧 是啊 奶奶 巴特早就是咱们家人了 怎么啊 你们都不吃了 那好 那早点休息吧 那个今天晚上呢 巴特和大智挤一挤 沐仁和阿荣 就睡在巴特那个猫包里 奶奶 我想搂着萨吉拉睡 那当然了 阿妈当然搂着宝贝女儿睡了 哪边地去遇到 坐着着 我不唱我不唱我不唱 让你玩 今天我真的很高兴 姐姐算是原谅我们了 原不原谅还俩说呢 你没看到巴特对我的态度 你多心了 不管怎么说 姐姐都把孩子 带得这么健康 是不是萨吉拉 阿荣 你真以为四星对你好吗 不光是对我 是对我们俩都很好 那为什么 她不跟我们提石头呢 你又没提 我能提吗 也许是光顾了高兴 她忘了 阿荣 你叫我怎么说你呢 石头那么大的事情 只字不提 这不是罚总我们是什么 母人 别再想石头了 你说那么大块石头 他们能藏哪儿呢 既然他们把石头藏了起来 那肯定是有他们的原因嘛 阿荣 我去找四星说会儿话 你带撒起来睡吧 你找他说什么 你不会和他提石头的事吧 我干吗提石头 我就不能说点别的 牧人 你不要 小心了 睡吧啊 你们想想 牧人早不回来晚不回来 别猜了 阿荣小孩子了 回来看他还不醒呢 好 四星 我觉得巴特说的 不是没有道理啊 四星 是牧人吧 进来 不 我不进去了 你出来一会儿吧 我想和你说说话 等一会儿 四星 你不要提石头的事 看他听不听啊 四星 四星 他看了照片啊 我说你把石头藏起来了 知道了 奶奶 好久没闻到这样的味道了 什么味儿 羊粪 牛粪 还是虎羊林的味道 说不上来 反正和城市的味道不一样 那就是 纯正的臭味 我真没想到 我们俩还能这么说话呢 过去的就过去了 四星 对不起 我以前伤害你了 你要是不伤害我 我怎么能碰上李大志呢 对了 李大志这个人怎么样啊 骑马没你骑得好 唱歌也没你唱得好 喝酒也不怎么会喝 但是 他总是替别人考虑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总是觉得他可以依靠 爸爸 这是哪儿 饭你 饭你来 饭你来 李大志 你还记得咱在山北小旅馆里 喝酒的事吗 怎么了 那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爸爸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跟你好好谈谈 谈什么谈 你是不是想对我说声对不起 然后继续和四星好下去啊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对不起 爸爸 如果四星喜欢的是你 作为朋友 我一定会默默地祝福你 绝不和你争 可我发誓要跟你争 只要你一天不离婚 一天不和四星结婚 我就绝不放弃 因为四星是上天给我的 你阿爸的债还得怎么样 快了吧 快了 快了 那么一大被债呢 这么多钱这 太不容易了吧 你一定吃了很多苦 没关系 苍天有眼 她会帮我的 四星 我要是挣钱了 我也会帮你还的 不用 我行 其实 欠债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软弱 真香啊 还是咱们草原的奶茶香 母人 那就回来吧 齐里领导 要我们搬出护杨林 苏木 还有齐里的安置房 还有新牧场 要你自己听 奶奶跟你说话呢 听见了 不知道我阿爸阿妈 怎么想的 那既然回来了 就去看看他们 子秦说得对 你们不在的时候 他们经常来看小萨奇拉 抱着孩子 他们那个眼泪啊 奶奶看着 心里都真是 我是真想挖爸阿妈了 那就回去看看 奶奶 牧人回去过 可是他阿爸看到他就生气 他是为私侵打抱不平嘛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大叔他 奶奶 这样 我陪牧人和阿荣回去一趟 正好我也想大叔大神了 奶奶 有 wen 有啊 你也想死了 ỉ啊 不怕 害怕了 思琴 我阿爸就像一匹 套不住的猎马 他的脾气 大叔 思琴 你来了 快叫啊 阿爸 我和阿荣还有萨西拉 看您来了 我没有这个儿子 大叔 阿爸 大叔 穆仁他们知道自己错了 真的 他们专门来回来看你们 大婶 穆仁 你回来了 阿妈 穆仁 穆仁 阿妈 咱们现在可真是 市黄金如粪桶啊 别蹦了 太坏了 太坏了 老蹦蹦 快走 大致 你说思琴去穆仁家 结果会怎么样 思琴原来那么恨穆仁 不也都过去了吗 冤家一解不一结 一切都会化解的 那你是不知道 大叔的脾气 那毕竟是他的亲孙女 什么样啊 行 好 一会儿咱把羊往眷里一赶 根本就看不出来 走 不哭喽 不哭喽 奶奶带你去 哥洛特来了走喽 不哭喽 哥洛特来了走喽 哥洛特来了走喽 思琴 今天你要是不来 我就不让他进门 大叔 大叔 穆仁 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对 可过去的事情 就过去了 他毕竟是你儿子 爸 我知道我做错了 我要怎么做 您再可原谅我 一句错就完事了 我就认你了 你不是出外挣钱去了吗 你说 挣钱想干什么 我挣钱就是希望 我们以后的日子 好过一些 良心哪 良心安不安宁啊 是 如果想回家 想让我认你这个儿子 你就替思琴 还三十万块钱 大叔 我不需要 可我需要 阿爸 只要我们挣了钱 我们一定会替姐姐还钱的 再说了 我也应该替我阿爸还钱的 莫人 阿蓉 既然回来了 就好好地陪陪大叔大婶 我就先走了 奶奶还在家呢 大叔 我先走了 菁姐 我送送你 四勤啊 你听大叔一句话 默认是什么东西 他是只狼 大叔 奶奶说过 狼也有人性 很多年前 奶奶救过一只小狼 后来来了几只老狼 他们没有吃羊 还给奶奶 调来了几只野兔 四勤 你是个好姑娘 就是心太软了 姐姐对我们可真好 她不但帮我们带孩子 还在阿爸面前 听我们说好话 阿爸还叫我 替她还三十万呢 那只是说说而已 再说了 也得我们挣上钱啊 说得比杀之羊还容易 我怎么挣啊 我拿什么挣啊 牧人 不管我们能不能挣上 你都不能偷姐姐的石头 这不是偷 四勤不懂市场 我去卖那石头 价格会比她高多了 那你可以跟姐姐说啊 我怎么跟她说啊 她已经不信我了 阿蓉 你就听我意思吧 什么事情到最后 讲的是个结果 找这个结果好了 他们对我们的不满啊 指责啊 就会通通没有了 石头 我一定要拿到那块石头 奶奶 您就别去了吧 我怎么能不去呢 我们家心分得不长 奶奶高兴 巴特 大志 那咱们让奶奶跟咱们一起去 好 四勤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怎么了 是不是水都不服了 我羊肉吃多了 着凉了 我给你拿药 不用了 真的不用 我休息会儿就好了 你多喝点热水 阿蓉 你在家陪着牧人吧 不用 不用 她不是想去吗 让她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那 那你快回去 快回去 回去 药箱有药自己拿啊 奶奶 你去拜见吧 我给你牵着 好 好 巫人 如果有人要来买石头 让他们等我回来 石头 什么石头 你就别管什么石头了 就说我们在心目常 那要别人问的话 到底什么石头啊 打死狼的石头 这心目常真大啊 阿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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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来呀 我还没骑杠呢 走 走 走 你看阿蓉 骑马多高兴啊 随随吧随随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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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犀牛 熊 看到没有 石头 对 这个是石头 没有 石头 大小 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石头啊 是 见过那儿 见过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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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西拉 你见过这个石头是吗 知道它在哪儿吗 是 八克 我都忘了 你还不会说话呢 是 你们看见了没有 阿蓉的气色不太好啊 是不是牧人在呼喝后她没挣上钱 日子过得不好啊 咱也没挣上钱 你看看 你也不得气色 奶奶 咱有石头呢嘛 我觉得 阿蓉的心情不好 奶奶 四千啊 牧人回来和你说什么了没有 没说什么 就是说了点道歉的话 没提石头 一句都没提 提了也没用 她死也不知道 咱把石头埋在羊圈底下 没说什么 你没说什么 你也不得来 那些人 你不得来 有点 还没继续 不知道 你不得来 什么 你不得来 你不得来 走 这么一大片有毒草的地 身边也拔不完啊 慢慢拔 拔一颗少一颗 姐 你傻呀 你干嘛非得要这块有毒草的地 那没毒草能给这么大一块木场 你以为你也真傻呀 就咱们这块木场 政府给了好多优惠政策了 拔毒草不就是费点力气吗 力气是奴隶 使得还会来 阿荣 你和牧人 早就应该回到草原上来了 牧人他嫌没有挣到钱 回来丢人 那他现在挣到钱了吗 钱哪 能通神路 也能通鬼路啊 这叫什么叫 叫什么叫 出去 出去 快 出去 出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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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就可以把石头运走了 牟人 你把石头运走了 那我怎么办 他们恨的是我 骂的也是我 跟你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我可是你老婆 正以为你是我老婆 我才告诉你的呀 牟人 我真的很害怕 你怕什么呀 他们要是骂你 你就走呗 牟人 我们欠石头那么多 他都能原谅我们 你要这么做的话 这下就不是欠了 石头是抢 干吗说那么难听 我卖了石头 我会把钱给石头的 你真的会把钱给姐姐 当然了 我的好老婆 我去卖这块石头啊 肯定比吴灵汉 住的价高多了 到时候 还了你阿爸的债 我们再给私心钱 还会剩不少呢 阿龙 我们发财了 吴灵汉出了一百六十万 大致 你说呢 四星要不想外就不卖 再等等吧 白特 你的意思呢 弄卖三百万的东西 为什么要卖一百六十万 只要石头在 那总有一天能等到大买主的 对 巴特说得对 只要石头在就是钱 可这石头还没有变成钱呢 我们还等着给你阿爸还债呢 哎呀 奶奶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吴灵汉知道我又不阿爸还债 所以才出这个价钱呢 我要卖给别人 那价钱比这个高多了是吧 这石头是上仓刺给我们的 我们可不敢 敢的 我知道 既是宝物 就应该遇到一个有缘人 我就是不想上当受骗 再说了 我急着给阿爸还债 就算想多卖点钱 你也应该离解我吗 再说 来 宝宝大指 宝宝大指 萨奇拉还没醒啊 还在睡呢 interested 身体怎么样的 奶奶 好一些了 您别担心 他进了几天城 还变得娇气了 奶奶 今天你在家陪牧人 我们去牧场拔毒草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我休息休息我就好了 我不管照顾你 还有两个孩子嘛 奶奶 我在家不是也是闲着嘛 就让我来照顾大雄和萨西拉 就好了 行了 那就快吃吧 阿柔 你也吃啊 有人在家吗 谁呀 白洁 四勤 奶奶 来客人了 快 快进来 奶奶 大智 你们看谁来了 快 进来喝喝奶茶 大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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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洁 来了 走 到我包里去 好 四勤 我现在好多了 要不我和阿柔去放羊吧 好啊 来啊 匆匆 回来了 你这样好啊 曹萨岛 以赞人 我可以做一些 阿柔 使得就买了这儿 一飓 蛤 有人 大致 你知道 我已经下岗了 现在在一个个厅打扫卫生 以前不知道 现在我才知道 找一个工作这么难 结果现在这个工作 还是求了很多人才得到的 那就没想过 自己做个小本生意 再小的生意也得有本钱吧 你怎么样 在这儿习惯吗 习惯 每天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 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我还真离不开这儿了 我看你是离不开思琴了吧 白姐 咱们说咱们两个人的事 跟思琴没有关系 今 大致上次回陕北 不是没找到她吗 他 是来提B婚的 不知道 奶奶 还吃吗 我收了 我真担心 他要是把大熊带走 奶奶还真有点舍不他 我想你也舍不他 害怕 一个男孩要不害怕 胆要大呢 知道不知道 来 叔叔让你起高高 大志 那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你还记贺我吗 真的 真的 奶显 我真的不记贺你 可是 就算是没有私心 咱们两个也没有办法再生活在一起了 离婚可以 但你必须把咱们家的十万块钱还给我 你明明知道 现在我拿不出那笔钱 大志 你当时一走了之 你根本不知道 我是怎么面对厂里面那些人的 当时那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你体会过 别人嘲笑的目光吗 你体会过别人在你背后都唾沫星子的感觉吗 是 我以前是伤害过你 可我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 大志 你在这儿天天和孩子在一起 你根本无法体会我现在多么的孤单和无助 我每天晚上看见外面的灯光 我再想想我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 我真的恨不得从楼上跳下去 累了 累了才歇会儿啊 大熊啊 你喜不喜欢刚才那个阿姨啊 不喜欢 你为什么不喜欢吗 我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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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多说说话就认识了嘛 好不好呀 不好 那个阿姨好看呀 就是不喜欢 你去跟 阿爸和阿姨的那个房子呢 我带你去和阿姨说说话吧 好 大熊真乖 走 白姐 我知道你过得很难 那笔钱我一定会还你的 你能不能容我还还 咱们先把离婚手续办了 然后 不行 大志 你先把那笔钱还给我 我才能和你离婚 怎么 你不相信我 就算是离婚 那笔钱我也会一分不少地还给你的 大志 大志 非找你不可 大熊 你认识我吗 我是你妈妈 你不是我妈妈 你不是我阿妈 大志 你跟孩子说说吗 我跟她说什么呀 难道说我不是她妈妈 她从小一直把私心当阿妈 你别伤着她好吗 那我呢 你就不怕伤了我吗 离了婚我就不是孩子的妈妈了 不是 这 大熊 快 大熊 你过来 你别拽 你别这样 大熊 你别这样什么 我才是你亲亲的妈妈呀 要不 要不让她先叫你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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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李大志的老婆今天跑过来干什么 李大志要和四亲结婚 他不离婚能结吗 今天的事 全部她给叫化了 大熊 你看这杨妈 我去转转